求婚那一刹那你还是非常感动 当然又紧张又感动 从30岁以后的 我觉得每一年他都跟我提过一次 他都觉得他想要跟大家说 反正我每次都给他一个理由 所以这一次他是完全没有经过我的痛 你是有讲我愿意 他还很大声 我会很大声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了 那真的跟你求婚那一刹那 偏头头是不是一刹那就好 后来当然不痛了 我不是一个太浪漫的人 我真的不是 他是不是 我觉得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是 但是在过去时间其实也没有 我们俩没有 从来没过过节 比如说我们俩今年刚结婚 情人节那天我们也不会特别要过的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什么吃个饭啊 过节都没有 就我们的生活真的日常到 你们不会想象这么日常 等到他正式跟我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表白 表白然后谈正式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真的三十了 其实是没有几年前 因为他以前常访问说他希望他的结婚年龄是三十岁 他这么讲 他有这么说过 然后但是因为我拒绝掉了 我跟他讲我觉得不想影响他的事业 全世界都不知道我们反而相处的很轻松 就是我们不需要为别人 有个一事 对我们就很轻松 我就跟他讲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这从三十岁以后的 我觉得每一年他都跟我提过一次 他都觉得他想跟大家说 反正我每次都给他一个理由 所以这一次他是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办了这个事情 我那两天偏头痛发作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那真的跟你求婚那一刹那 偏头痛是不是一刹那就好 后来当然不痛了 而且他很聪明哦 他从我进屋子开始 他就安排每一个人见到我 都跟我说生日快乐嘛 合理因为我生日 等我到三楼的时候 其实我是懵的 傻的 注意力不太集中 不过你那个你是有讲我愿意 他说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我眼神飘了 我其实是可能吓到 我其实不记得 是他跟我讲的 所以他喊很大声嘛 他喊很大声 我回很大声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了 OK我知道了 你要跟我讲这种我知道了 我跟着你 老草 我的意思是 还不陷入 我彩虽子 我的意思是